差不多就是半個台北市的人 因為每年因為社務線來而死掉的人大概是30萬人 也就是差不多一個大安區的人口 所以社務線還是一個相當相當高incidence 死亡率也蠻高的一個疾病 那它在美國跟歐洲的發生率都比台灣來的高 但是在台灣它依然是排名第五的男性的惡性腫瘤 那每年有超過4500個人被新診斷是prostate cancer 那如果說今天社務線來它一旦發生轉移 它prostate cancer發生骨轉移的比例又特別的高 將近九成的病人都是會在骨頭發生轉移 那這個比例比我們平常常看到的泌尿腫瘤的疾病 包括說膀胱癌或者是腎細胞癌 它們是一半都不到的 所以是這個比例特別高 發生骨轉移之後 它會進一步產生許多跟骨頭相關的後遺症 那這些後遺症我們簡稱吧叫做SRE 就是Skeleton Related Events 那這個SRE如果發生了 包括說因為骨頭的疼痛 或者是因為治療上的考量需要做放射治療 或者是病人產生的骨頭結構被破壞 產生的病理性骨折 或者是spinal core compression 就是脊椎骨因為壓迫骨折就造成的症狀 或者是任何原因造成骨頭需要去做開刀 那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定義的SRE 也是WHO定義的 那如果說SRE發生之後 它一定會下降病患的自主行為能力 自主的行動能力 還有病患的生活品質 那跟沒有發生SRE的病患相比 其實發生SRE它的Overall Survival一定也是比較差的 所以在CRPC的病患 發生骨轉移是造成病患的Mobility 還有Motality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那除了會影響病患的生活品質之外 它也會降低病患的整體存活率 造成更多的Mobility 然後現實一點層面 SRE也會增加病患在臨床上 醫療所有的相關的支出 所以但是大家也不能夠忘記 在CRPC之外 其實Metastatic Prostate Cancer 就算還沒有到CRPC的程度 他們乳聽都會接受ADT 那ADT本身就是一個會對骨頭會有影響的重要因子 也就是說在病患還沒有進展到CRPC之前 其實使用ADT就已經對病人的骨頭造成影響了 所以ADT對於使用 對骨骼最大的影響就是會造成病人Osteoporosis的形成 所以由於Prostate Cancer本來就是一個以高齡族群為主的疾病 所以這群人本身就是骨質疏鬆的高危險群 加上ADT又對骨質流失又有影響 所以就會造成這群病患很普遍常見的Osteopenia 或者是Osteoporosis 過去曾經有文獻指出 其實有超過一半的病人在接受ADT之前 就已經達到了Osteopenia 或是Osteoporosis的診斷的標準 那這個定義是說我們的Balmeral density 低於2.5個標準差 那再加上使用ADT之外 其實病人包括他平常的鈣質的攝取夠不夠 或者是維生素低的缺乏 喝酒、抽煙、長期使用類固醇 這些東西都會進一步再加速骨質的流失 所以ADT用了越久 骨質的機率就一定越來越高 丹麥有一個研究 他們說發現病人使用ADT5年之後 將近有兩成的病人 19.4%的病人會發生骨折 相較之下同年齡的對照組 他只有12.6% 如果說把這個觀察拉長到15年來看的話 這個ADT使用15年之後 病人有40%會遇到骨折的情況 這個比例比沒有使用ADT的對照組 19%是遠遠超過許多的 所以總結來說就是 Prostatic cancer有接受ADT 就算還沒到CRPC的程度 他比起一般人就已經有3.7倍骨折的風險了 所以今天我們探討的Bond Health Management 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來探討 第一個是在使用ADT造成的Osteoporosis 我們要怎麼處理 第二個是如果說病人 他已經進成到Metastatic CRPC 那我們要怎麼處理他的 或是預防他的SRE的發生 所以雖然我們知道ADT會造成Osteoporosis 但是對於治療疾病來講 就是很重要的手段又不能夠不用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去預防他 在治療之前預防就是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所以治療的開始一定要建立在直角 我們要及早認知到這個疾病 那對於骨質疏鬆目前最常用也最方便的 那個評估的工具就是X光的骨密度檢測 那這個大家其實臨床上比較少開 畢竟我們不是嘉義科或是骨科 但是其實健保局是有提供這個給我們的病患使用的 可以看到這個藍色字就是說 射線來的病患他如果接受男性的荷爾蒙阻斷治療前跟後 那可以因為病情需要去實行一個骨密度的檢查 所以如果說乳聽我們幫病人去在ADT之前就先知道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哪些病人是所謂的高風險病患 那這個檢查他是以間隔一年以上 那總共是三次違憲 所以說病人他只要時間在檢查前治療前治療的一年後 或者是之後再一年總共可以有三次的機會 去把這個病人有高風險骨折的病人給抓出來 那不管病人是已經出現骨質疏鬆 或者是還沒有出現需要預防 還沒有出現預防一定是從基本的生活習慣開始做起 那這個包括戒菸那病人要控制酒精的攝取 跟咖啡因的攝取 還有規律的負重跟阻力運動都是很重要的 那飲食方面我們是建議每一天的飲食上要加上額外補充的鈣 1000到1200的mg 那如果是維他命D的話是800到1000的國際單位是每天 那如果是有在接著ADT這個是那個 那個美國跟歐洲的肝癌都建議會這樣攝取去補充的 那如果在生活習慣跟飲食控制之外我們還能夠做些什麼呢 Osteoclast inhibition的藥物就是我們手上最有最有力的一個武器 那一般而言有骨折高風險的病患 我們就會建議他在日常生活做起改變之外 會提早加上這個Osteoclast inhibition的藥物 那怎麼樣的病人是骨折的高風險 那肝癌上有提出個建議就是說如果說你預估他十年內 他的hip fracture的機會超過3% 或者是十年內他的major osteoporosis related fracture 超過20%的機會 那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會看相 你看到病人你很難去預估說這個病人我算一算 他十年之後會骨折 十年內會骨折 所以大家不可能用臉上就看得出來 所以有一個東西可以幫助我們去做判斷 就是有一個估計的公式叫做FRAX 叫Fracture Risk Assessment Tool 那這個公式他蠻複雜的 他就是考量到很多年紀啊 有沒有開過刀啦 他的骨密度 背伸在骨密度 但是怎麼送我們不需要知道 我們只需要知道有一個網站 就是直接打FRAX 有一個網站可以幫助我們去檢測這個病人 他的骨密度到底是多少 那這個是免費 而且不用註冊 在網路上就可以查到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可以選擇國家 那這個國家裡面有一個台灣可以選 那並沒有因為我們之前公投的結果 就強制我們要改成Chinese Taipei 所以在台灣輸入之後 我們就可以輸入病人的基本資料 包括說他的年紀 包括他的骨密度 包括他之前的一些那個underline 那他就可以告訴你說 病人在十年內 產生major osteoporotic的或是heat fracture的機率 那根據這個機率 我們就可以來決定說病患他 需不需要提早去使用這個 Osteoclast inhibition的藥物 一旦需要使用藥物的話 目前我們是有兩個選擇 那第一個是大家都比較熟悉的biphosphonate 那有很多小型的randomized trial 都已經證實說在已經預防 在使用ADT的病患 我們預防性的去使用雙磷酸鹽 你可以降低病人 因為這個ADT造成的Osteoporosis 造成的fractured的機率 那另外一個藥 因為Osteo 其實biphosphonate 這個 因為其實在現在這個 我們現在探討的是 還在HSPC的階段 所以我相信大家用的比例相都不高 那如果說 在雙磷酸鹽之外 另一個選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XGIVA 就是Denazumab 它有另外一個劑型 叫做Prolia 結果Prolia它是針對的 就是Osteoporosis的治療 那Prolia它是100 它是60mg 6個月打一次 跟XGIVA大家比較熟悉的 120mg 每個月打一次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一段的重點 我們就在講說 因為是剛剛講ADT引起的骨質疏鬆 那如果是針對ADT造成的Osteoporosis Prolia的探討 是有一個大型的Double Blind Randomized Trial 它去探討Denazumab 在這群病人上的效果 它就是用60mg 6個月打一次 其中有6成的病人 就是912個病人 都有完成這整個療程 那這個療程之後 他們發現說 的確是可以讓 實驗結果顯示說 使用Denazumab 可以在36個月 也就是3年的時候 可以增加5.6%的骨密度 那相較之下 對照組是Placebo組 是1% 那如果說是針對Vertebral Fracture的發生 也明顯比對照組來的降低許多 那最後他們有一個小小的發現 就是說 在這個使用Denazumab的病人 他們發現 在最後實驗結束之後 他們產生骨轉移的比例 好像比較低一些 但是這個骨轉移的比例 分明是1.4比像Placebo 它是0.4比像Placebo組1.4 雖然數量都很少 沒有達到統計學上的差異 但是有一個小小的這樣發現 那以上是Placec cancer病患 接受ADT的時候 它引起的Osteoporosis的預防跟治療 那再來的部分 我們就針對剛剛講的第二個重點 就是如果是病患已經進展到MCRPC 那勢必會有許多相關的SRE 我們要怎麼樣去預防 怎麼樣去處理 那剛剛有提到 就FDA認證的SRE有4種 分明就是需要去做放射治療 或是病理性骨折 Spinal Cord Compression 或者是因為各種原因需要做手術 那剛剛也有提 這張圖剛剛有出現過 就是反正不管什麼原因 只要產生SRE 病患的Overall Survival一定就會下降 一定會比較差 所以Bone Target Agent 就是我們今天 因應這個SRE的發生 去研發出來的各種藥物 那主要目前我們三種 比較重要的Bone Target Agent 是有包括Biphosphonate 就是雙磷酸鹽 還有Dinosumab 還有一個就是Radium 223 它本身其實也是一個Novo therapy 就是CRPC的Novo therapy 首先我們看的是雙磷酸鹽 那雙磷酸鹽 它就是如果病患吃一個雙磷酸鹽 我們人體服用下去之後 它會在Bone Mineral暴露在體液之中的時候 直接聚集在Osteoclast的附近 然後會直接影響到Osteoclast 干擾Osteoclast的附著 它的附著跟黏合的作用 所以在抑制Osteoclast的同時 我們身體就不會產生骨骼進一步的死骨作用的破壞 那因為Biphosphonate會干擾死骨作用 所以之前被拿來當作骨質疏鬆的治療 那Zolmeta就是Zolendronic acid 它是一個新一代的寒淡的雙磷酸鹽的藥物 也是目前唯一證實對於 攝護腺奶或是一些實體腫瘤 有產生骨轉移之後 會有預防SRE作用的一個雙磷酸鹽的種類 那Zolmeta當初在MCRPC病患使用的時候 它有一個也是一個大型大規模的clinical trial 那因為歷史久遠 而且這個藥其實大家知道 因為副作用的關係現在比較少在使用 因為效果跟副作用其實都比不上Denazumab 所以我們直接看結論 那結論就是其實使用這個雙磷酸鹽Zolmeta 它可以有效的去減緩SRE發生的時間 但是這邊要注意一點就是其實包括這個雙磷酸鹽 或者是包括等一下講到Denazumab 其實他們是主要是用來再延緩 那延緩之後其實發生的比例 其實如果以最後最後來看 其實不會差太多 那過去已經有許多研究已經證實 就是Zolmeta可以降低prostate cancer with bone meta的病患SRE的發生 那比起placebo組 它可以降低11% 另外如果是non-metastatic prostate cancer的病人身上 也可以增加骨質的密度 那但是值得注意就是說 這個Stampied的研究裡面有講到 如果是非轉移性的病患 使用Zolmeta並不會改變overall survival 跟percussion free survival 那如果在HSPC身上也不建議 如果是還沒有到CRPC 也不建議提早使用 那個Zolmeta或者是Denazumab 那副作用的部分包括疲倦 肌肉痠痛發燒貧血低血鈣 不過大家最害怕是ONJ 這個大家在過去的那個研討會裡面 可能都有聽到那個台大的李正哲主任 講到ONJ的治療跟就是預防 預防一下要怎麼去處理 那所以剛剛講完是雙磷酸鹽 那再來講的是Denazumab 大家應該比較熟悉 就extreva 那extreva它其實就是一個 人工合成runk ligand 那runk ligand 其實也是一樣 是在Ostel class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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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Ligand 所以Denazumab就是透過抑制這個runk ligand 來達到抑制Ostel class的效果 一樣是可以降低死骨作用的發生 所以可以讓骨頭的密度比較可以保存住 那因為Denazumab它出現的比zometa來的晚一些 所以當初為了要能夠挑戰zometa的地位 它就是設計了一個head to head 直接做比較的一個研究 總共有1904個病人 那它接受就是合併有bometa CRPC合併bometa的病人 那隨機分配給Denazumab跟zometa這兩組去做比較 那比較的結果 比較的結果就是可以看到說 它研究的endpoint包括說是SRE發生的時間 再來就是secondaryendpoint包括說 overall survival disease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痛的發生還有OMJ的發生 那最後結果出爐就是說 Denazumab的病患第一次出現SRE的時間點是20.7個月 那如果相較之下 Denazumab是17.1個月 所以在延緩SRE的發生上它是贏過去的 那風險機率降低了18% 那如果說把SRE的種類分開來看 就剛剛講到的 因為疼痛去做放射治療或是需要手術 或者是其他剛剛講的四種 其實這四種裡面使用Denazumab它的效果都是比zometa來的好的 不過雖然說SRE的比例降低 不過這兩組病患它的overall survival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副作用的部分呢 副作用的部分雖然說沒有統計學上的差異 不過大家比較關心的是OMJ 那OMJ的部分Denazumab它的發生的比例是2% 那比zometa稍微來的高一些 不過這個雖然高一點點 不過並沒有達到統計學上的差異 而且大家如果有聽過李正哲醫師的講 其實也應該知道說 這個Denazumab雖然說會微伏的比例高一點點 但是這個發生之後它的處理是簡單很多 它或者是你需要做口腔方面的處理 需要去拔牙的時候 它停藥的時間也是比這個zometa來安全許多 而且時間可以短很多 那這邊一樣講一下Denazumab它的適應症 台灣的健保適應症是可以允許說使用在prostate cancer 合併有骨轉移就可以用 那但是雖然說 意思就是說我們在HSPC的階段就可以用 不過因為很多的trial包括STAMP 它其實那個研究也有告訴我們說 病患在HSPC的階段就使用其實並沒有明顯的好處 所以主要我們可能還是要把這個藥 留給HCRPC with bometa的病人才會對病人是真的有好處的 那最後一個就是我們要來講Radium223這個藥 那Radium223是一個結構跟鈣很類似的 所以它就會在代謝比較旺盛的地方 它就會被當成是鈣的一個Mimicor被骨頭給攝取 那加上它本身會連結一個alphaparticle 所以如果是本身骨轉移的地方吸收到這個Radium223 就會被那個alphaparticle放出的放射線給消滅掉 殺死這個腫瘤細胞 2013年是Radium223在M1JM初登板 那也告訴我們說這個藥在這個病人的身上是可以得到很好的幫助的 那這篇很著名的就是Alsimca的研究 它把CRPC如果病患超過兩處的骨轉移 然後沒有VisroMeta隨機分成兩組 接受Radium223或者是Placebo組的治療 那結果是發現說接受Radium223的病人 他平均survival可以延長3.6個月 那病人不管是用哪一項指標來分組 包括說他AcalineP的高低、ECOG的等級、Metastasis的數量 都是Radium223的那組的表現會比較好 那如果是看骨骼相關事件的發生 也是一樣發現說Radium223可以減緩SRE的發生 那減緩的時間可以拉長到5.8個月以上 所以如果看效果 Radium223可以有效的延長Overall Survival達到3.6個月 降低死亡率是30% 那各項的Secondary Endpoint也都有比較好的表現 所以其實目前看起來這三個Bone Target Aging 只有Radium223是可以延長Overall Survival的 那安全性的部分 那Overall它的Adverse的Effect發生率 在Radium223的這一組 它比Placebo組還在更低 那其實在統計學上是沒有達到那個顯著的差異的 在台灣的給付規範 目前衛福部和可是在CRPC的病患有故轉移 但是沒有Visometa的時候可以使用 證保給付應該在今年的時候已經通過 那加上核醫科的那個儲置費這個月也通過了 所以如果大家是CRPC的病患有故轉移 然後是Symptomatic就可以去申請這個Radiium2C的使用 那這邊就是我簡單列出來 今天有列這三種藥的臨床的好處 那第一個就是Zometa 它建議使用是在MCRPC並股轉移 那相較於Placebo組可以降低11%的SRE 就是延緩時間可以達到11% 那Denazumab一樣是使用在MCRPC 那它也是一樣可以讓這個SRE發生的時間延緩18% 那但是因為目前是其實這兩個藥如果硬要選一個 其實大家應該都會選Denazumab 主要是它在發生病發生的解決的難易度是有差的 那另外就是Radiium223 它是出這三個藥唯一可以增加Overall Survival 3.6個月 不過因為其實這三個這些藥都很棒啦 所以大家就在想說這些那麼棒的藥 如果說我們合在一起使用 就包括說跟Alburetoron 包括Enzalutamide 或是我們台灣沒有的CPU2CELT 這些東西合在一起使用 是不是可以有1加1不只等於2 甚至能夠大於2的這個效果發生 所以有很多TRILE其實都在也探討這些不同藥物的組合 那但是這個1加1大於2的美夢 在去年的ISMO 2018年有一個TRILE ERA223其實讓大家對這個可以說是幻想澆了一盆冷水 那這個ERA223它就是主要探討 在RADIAN223加上Alburetoron在病患的身上有沒有什麼好處 因為這兩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合在一起理論上應該要更強 但是結果就讓我們很吃驚啊 就是發現說RADIAN223加上Alburetoron 病患遇到骨折的機會是Alburetoron alone這一組的兩倍 也因為這個骨折率太高 所以這個TRILE就很早就提早結束了 那不過ERA223這個結果看起來有點灰頭土臉 大家都很好奇背後的因素到底是什麼 所以在2019年ESCO他們就進一步去探討這個ERA223的結果的背後的原因 他們是說這個結果ERA223它跟ASIMCA其實有族群就不太一樣 ASIMCA是針對symptomatic的病患 但是ERA223它有一個野心想要讓這個 ERA223加Alburetoron能夠更早使用 所以他們針對的是symptomatic的病患 族群上就有點不一樣 那再來就是作者他是分析了說 因為骨折率太高了 所以他們就看看說這些骨折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他們把骨折分成三個類型 第一個是病理性骨折 如果病患是因為確實有骨轉移造成結構上的變弱怎麼樣 然後骨折 然後這個叫Pasagical fracture 那第二個是如果病人因為跌倒或是意外 Traumatic fracture 第三個就是剛剛講到Osteoporosis造成的fracture 他們發現說在這三組裡面 其實在病理性骨折跟Traumatic fracture這兩組差不多 但是如果是病用阿比跟Radiant223的是在Osteoporotic的這一組 它的骨折的比例是特別高的 那其實這個理由也很簡單 就是說我們CRPC廣泛使用的第二線的ADT 包括說我們講的ARAT 其實它就是一個更強效的ADT而已 那更強效的ADT理論上對於骨頭的影響應該就更強 所以造成Osteoporosis的程度也自然就會更強 所以如果說今天你把這些藥物 包括說像這些Trial Apalutamide Azalutamide 或是Abirateron 他們這些Trial其實都可以發現說有用這些Novothelope的病患 其實它的骨折發生的比率是更高的 那雖然說Trial裡面都有講到他們會延緩SIE的發生 但是Overall的比例上來其實是比較高的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對骨頭影響比較大的藥物 合併一起使用 當然就是讓病人的骨折力一定會比較高 那既然影響變高了 他們就看說在ARAT223這個Trial裡面 如果說有病用跟沒有病用的情況下 有沒有使用Bond Health A-菌 就我們剛剛講的Biposphonate 或者是Denazamide會不會有差別 他們就發現說其實如果說左邊這個圖 是有使用Bond Health A-菌 就可能是Denazamide或者是Biposphonate 有使用的情況下其實 Rat223跟加上Abirateron 或者是Abirateron這兩組的骨折發生率其實差不多 那如果沒有使用的話明顯就會比較弱 所以他們的結論就是說其實 他們結論就很簡單啦 他們講說我們到底要怎麼使用 看待這個Rat223在這麼多Trial 最後那麼多Trial的結果我們要怎麼用 第一個就是他不建議在第一線 跟Abirateron一起使用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說你真的要Combination使用的話 這個還沒有很有力的證據告訴我們是什麼 但是這個ARAT223其實並沒有 因為如果以事後分析來看 其實有加上Bond Health A-菌其實是OK的 雖然說沒有好處 但是至少也沒有壞處 所以他們 這個拜爾他們很成功的把一個 一個負向的一個Trial 變成打平 雖然說沒有好處 但是他們也可以說 並沒有太大的壞處 所以最後就是我們講一下今天的 Take-home message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我們治療 prostate cancer其實主要就是要降低 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要降低它的Skeletal reality event 就是降低SRE 那這個目標不管是在過去在現在或是在未來 都會是我們治療 prostate cancer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目標 那再來就是今天我們講的三種藥 也許明天會變成30種 也許後年變成300種 那組合可能變好幾百種 但是我們是要 我們就是很需要去了解說每個藥它單獨的作用是什麼 那它的組合的效果怎麼樣 這樣我們才能夠給病患最好的治療的效果 那最後就是在每天的治療當中 每天的daily的practice當中 我們需要注意的事項 第一個 我們因為ADT本身就造成Osteoporosis 所以對於這些病患 我們怎麼樣去Screening去把它抓出來 怎麼樣去用Lifestyle的改變去 或是用Medication去降低它們之後產生骨折的比例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是MCRPC的病患 其實我們就應該要使用Bond Target Agent 沒有理由去不用 或者是任何的理由去Delay它的使用 因為用下去 其實病人SRE發生的時間 一定會是對病患會有好處的 那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大家